欢迎收看苦笑学堂 我是安静苦笑 扫描关注苦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LOL 我将在每期视频的微博留言转发里 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送出一万英雄联盟点阙 首先恭喜上期的中奖观众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苦笑学堂 今天 我们要说的是一个 无论如何改版 依旧超神屠杀的AP刺客型英雄 潮汐海灵费兹 俗称小鱼人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 小鱼人的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 熟悉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啦 中单小鱼人主意赴W 刺客型AP 拥有超高的爆发 并且非常的灵活 现在的W技能不像之前那么无脑 一旦把握得当 伤害爆发高到爆炸 那来简单看一下它的技能介绍 它的被动是忽视提及碰撞 走在小兵中间不会被撞到 并且可以减少来自普攻一定的物理伤害 Q技能 突进并且穿过目标 会标记目标流血 Q技能会附带普攻的效果 W技能要重点说一下 被动是普攻目标 会附带流血效果 并且标记目标 造成持续的魔法伤害 主动开启W的下一次普攻 会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目标 头上的那个三叉戟的标记 如果蓄满了以后 你再开W平A 伤害很高 最高 那如果开启W击上目标 将会返还一定的法力值 并且W技能冷却 重置为1秒 E技能 向该区域跳跃 并且会造成LE的魔法伤害 以及减速该区域里的目标 跳跃的时候无法被选取 那如果你是直接使用两段翼 手动落地的话 就不会对目标造成减速的效果 那大招呢 是向该区域丢出一条鲨鱼 造成魔法伤害 并且减速 大招丢的越远 伤害就越高 范围也会越大 大招命中目标后 造成减速 并且受到W技能的标记 那来简单说一下 它的对线心得 1级肯定要学E技能 如果对方走位不慎 或者你用E技能躲掉了对方的技能 你可以打出雷霆 换血消耗一波 很划算的 那如果没有找到机会 就猥琐发育 等三级之后再找机会 运用优化配置的方法 调整个技能CD间隔 进行伤害铺垫 那这个东西 我们视频里面具体再说 切记 宁愿少补刀 都不要被消耗血量 保持良好的状态 才有机会 那具体的文字攻略和天赋截图 我会发在我的公众微信号 大家可以扫描右下角的二维码 关注苦笑公众微信号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 LOL 安静苦笑 人生不如意 安静苦笑吧 支持苦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 LOL 每周发视频的时候 都会抽奖送点券哦 那今天做的这个英雄啊 曾经我做过很多次 如果我不是因为上次的改版 我可能一年都不会去再做这个英雄 刚刚改版的时候 我自己吃了很大的亏 我那次直播 兑现炸弹人 我小鱼人什么时候怕过炸弹人 以往的时候 小鱼人是不是二级三级 直接找机会 上去开W就戳 戳几下 对面血量就见底 所以那天 我不知道W改了 直接上去 开启W先手 直接就去戳 然后我就被炸弹人给单杀了 我整个人都懵逼了 莫名其妙的 这个伤害为什么没有 看不懂 后来才知道 W技能改成不能够先手去开 而要等目标身上的鱼叉满了 才开W 在A下才有爆发伤害 这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结果 我发现 现在很多低分局的排位赛里面 很多的小鱼人玩家 还是先手开W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做一下改版之后的小鱼人 而且就目前来看 这个英雄已经沉淀的差不多了 版本稳定 不会再有什么大的改动 学会之后 又可以屠杀全场 超神赏分了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 半场的演压 那这场呢 钻石白金菊 那对线的是马尔扎 这个英雄非常的不好处理 我之前是做过这个英雄的视频的 很强 而且他这个被动 对于小鱼人来说 是很头疼的 因为你看 如果我要跟他对拼的话 他的被动怎么样都会吃掉我的一个技能 我是不可能凭A起手的 对不对 要么吃我的E 要么吃我的Q 所以兑现这个英雄 要有非常妥当的拿捏 那初期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怂一点 那学一个E技能 那毕竟近战打远程嘛 三级之前都不可以太嚣张 免得被他消耗一下 很难受 那一级的时候 学E技能 要么用来躲他的技能 要么用来补刀 清兵 现在过来吃一个兵 赶快跑 掉头就跑 你看给我一个E 再给我一个Q 刷一下E技能的持续时间 很烦的 很烦这个英雄 不过有没有发现 这一波下来 他已经难耗过半 而我们只是用了一个E技能 那说一下他的W技能 他的W技能在击杀单位之后 CD几乎就是重置了 那所以你在补刀的时候 你看我们补完一个刀 W技能马上CD又赚好了 不过这个刀没补到 没关系 那先怂在后面 马尔扎他他如果要消耗我的话 他的蓝号是很高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只要慢慢怂着补刀 问题就不是很大 那再吃他一波伤害的话 我们跟他互换一波伤害 血量可能是我会亏一点点 但是他几乎就是一个空蓝的状态 这一波兵给他塔下吃掉 漏几个没有什么大不了 现在我已经到达了三级 这个马尔扎他只有半蓝 一套肯定是打不死他 但是我们先铺垫一波 找一波机会 看看我们是先用什么技能 打破他的护盾 这波他没有兵线 你看他是满血啊 他现在是满血 我们先Q过来打破他的护盾 他身上有三叉戟 然后我们再一回来 没有一道没有关系 走过来开WA一下 这下爆发打出我们的雷霆 在血量上我们是亏了一点点 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彻底空蓝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晶瓶给他喝下之后 他在线上就根本没有跟我们继续战斗的能力了 所以大家在耗血的时候不要怕 那你要知道 你用你的血量去换他的蓝量 其实是很OK的 你看现在他就想要清兵回家 他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蓝全是用来清兵 但是我们给他兵线压力 他这波是回不了家的 那么别看他现在身上的血量 看似健康 一点都没有关系 互断过来我Q 好再给你一个E 打出一个雷霆A一下 这波我没有用自己的W 我怕把他吓跑 这一波如果我用了W 他估计就要吓跑 那我顶多赚他一些兵线的经验 而杀不了他 我要继续让他留在线上 存有一线生机 等待我的下一个E技能 E技能移好 Q起手 焦点燃一下戳一下 轻松过塔 完成弹杀 那这波铺垫是有点长啊 那毕竟打的是马尔扎哈 他天生自带一个护盾 可以吃我一个技能 但即便如此 那两套技能的Q 都是用来破他的护盾 但我们还是把伤害打足 而过塔弹杀 这个是最舒服的 一波兵线推进塔下 这个马尔扎哈非常的难受 这一波他是非常非常伤的 那如果是真心想学小鱼人这个英雄的 我建议可以回头看一下 从一级到四级 我们是如何换血 如何一点点铺垫 最终完成单杀的 因为如果你这个英雄不是很熟悉的话 你可能在换血的过程中 你这个道路会很坎坷 你可能会被人家完成单杀 因为首先你不能啪 对不对 你如果啪 你就会被人家压住 你就不敢用自己的血量去换他的蓝量 但你不怕你就很可能出现一些伤害计算的失误 一拿捏不准就被人家给当杀了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 那必须多看多练多熟悉 好上线过来 我们先Q过去 铺一下他的护盾 然后一回来一点血量都没有费 马尔扎哈这个英雄 他只要丢了虫子 不要跟他拼 丢了虫子的马尔扎哈 没有几个英雄可以拼得过他 尤其他在你身上丢一个E技能 虫子狂暴加速攻击你 你根本没有办法 那现在我已经是到达六级了 只要他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就丢大招 出其不意 来直线距离 丢出一个大鲨鱼 好的 Q过来 逼一个闪现 然后一起来 再次完成塔下枪 来了 瞎子来了 我没有E技能 很危险 我没有E技能 先Q过来 然后吃完他的Q 再闪现走 哇 这波真的是超级的惊喜 还好后面留了一个近战的小兵 让我当跳板Q一下 真的是吓死人了 那这波呢 这个兵线我想再骚一下 因为虾子这个血量 他没有到达六级 他如果一不小心 在兵群之中跟我交锋的话 很可能是会被我直接击杀的 我QWE三个技能都全 这个半血的虾子 算了 他还是比较的稳健 那这波我也是安心回程 我真的 现在这个小鱼人的瞬间爆发 好恐怖啊 人家身上的头头上的那个鱼叉 只要一满 你再开一个WA一下 哇那个爆发一大隔血 非常的可怕 但是千万注意鱼叉没有满的时候 你开WA伤害是不可以比的 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那现在这波他已经是应该要到达六级了吧 那我们稍微稳健一下 没有大招 不过这盘我带的是魔抗符文 也不是很虚他 那关键看他有没有虫子 没有虫子的马尔扎 他就算你大招大在我的身上 我也是根本不虚 这波他把兵线推了过来 我先回塔安心塔下吃兵 那说一下现在中单的出装啊 那我做了好几期中单的视频了 基本上中单都是这样出的 那多蓝戒加上杀人戒 像什么山子马卡牌啊 都是可以这样出 这段时间除了吸血鬼是不这样出装 其他都是这样出的 那看一下我想来小路游走 但是河道有一个河道线没有机会 我们的大招是可以直接破掉马尔扎哈的被动护盾的 要注意如果我们大招咬在他的身上 他的被动只会免疫掉大招的减速 而不会直接从大招的圈里走出来 这点是要值得注意的 所以六级之后打马尔扎哈 就算他有护盾 我们也是根本不虚 哎进场 马尔 哎破护盾打出伤害 等过来Q技能再来一个一 哎呦哎呦 这一波爆炸果实 这一波爆炸果实很很犀利 哎非常的犀利 那现在我们的队 我等我队友切过去 他不包过去的话我不敢上 因为我现在没有一技能 等待一波 现在我有一技能了 我慢慢的也包过来 看一下我们的打野 半血上去打一套 马尔扎哈交大招 打野被收掉 那这个瞎子他已经死了 6级之后 只要小鱼人有大招 马尔扎哈的护盾几乎就等于没有 那因为他的护盾只能解除大招的减速效果 只要啃到伤害肯定会咬出来 相当于水银细带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小那个水银细带可以解小鱼人的大招 解不掉啊 只要你被啃到 你只能解那个减速 伤害是肯定要吃下去的 好那杀完人再把兵线推进塔下 并不急着回家 因为我看我们的上单身上是有大招的 我的蓝量 别看别看就一点点 我还有个水晶品 而且我只要打出三个小技能 加上一个点燃 这个诺索必死无疑 而且还有一个荷兰豆 吃一下更舒服 那就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眼 如果没眼的话 这个诺索很好杀 不过那个诺索 有一点怂 有一点怂 看一下兰博 能不能勾引出来 能不能勾引出来 观望一下 看这个诺索的走位 他这个走位 我这里肯定没有眼 那我蹲在这里 OK 兰博你就让他拉 让他拉 好的拉上交大招 这个诺索 他已经死了 这就是时机 这就是时机 你看我水冰 水晶平和完 我身上的蓝量是如此的健康 轻松一套技能过来 塔下才死 你可以说这一波是意识好 也可以说是运气好 因为如果我意识再好 我支援过来 这个地方草丛有一眼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那所以运气的成分也是很大的因素 那这一波回家呢 我们是直接往乌妖方向做 弄了一个小药官 那如果你发育优势的话 可以去直接裸乌妖 裸乌妖是一件比较奢侈的装备啊 包括之前做卡牌视频的时候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稍微逆分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先去把深渊的小剑给他做出来 魔抗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现在版本的小鱼人 个人觉得跳枪这件装备 就排克斯科技腰带啊 推推棒 那件装备也是很有必要的 好我有大招看一下 来预判一波 哎呦这个走位可以 这个走位哎呦还把我打住 打野过来 你们以为我要死了吗 一个E技能轻轻松松逃出升天 这个英雄就是那么离谱 哎我上去被打了一整套 大招也来了 打野也来了 但是我就是手头留一个E技能 我闪现都没有 就是拿我一点办法都没 这个英雄是不是有点太赖了一点 所以你知道练好这个英雄排位上分 是真的不虚 当然大招丢空啊 这个这个我们要论述一下 因为现在的小鱼人 是很容易大招丢空的 相比于之前 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的小鱼人 我教给大家的是什么 是Q过去 然后加 哎哎干什么 哎不要这样 一直来照顾干什么 来嘛追我嘛 就曾经的小鱼人 我给大家说 命中率最高的大招 就是Q过去贴身交大 这样子的话是必中 但是现在的小鱼人大招呢 距离越近 你越近方的大招 伤害越低 你距离越远 伤害越高 而且那个大招打出来的范围 那个圆圈也会越大 那个击飞效果也会越大 所以现在的小鱼人 经常会选择远距离去丢大招 那至于能不能中 那就看脸了 啊当然最远距离的大招 他最后的那个圆圈范围 其实是有一点大的超乎想象的 就有的时候 你没有站在圆圈里 也是会被击飞的 这点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支援下来 看看我们下路三个队友 都已经是残血 不过瞎子这一波Q过去 被晕住闪现走也逃不掉 中单被上了一个虚弱 OK 这波简直是盆满钵满 唯一可惜的就是 我们的上单白交了一个TP 不过对面的中野已经崩盘了 那当然再次 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逆风千万不要去打团 不要去打架 不要去打团 守塔守兵线发育刷野 像这个马尔沙哈 你竟然已经逆风了 你就在线上吃兵发育就好了 不然你本来经济等级就有劣势 一来搞事情 搞事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你一旦失败 那不是血本无归 自己给自己滚雪球 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也有遇到过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中单发条 已经很逆风了 我给他打字说了 你逆风不要搞事 他不理 他各种还是去 还是去各种贱人就上 贱人还要交急跑上 最后那个雪球都被滚成喜马拉雅山 被人家打了一个一杠十五 真的是非常的莫名 好 那这一波 我们在这个地方卡一个视野 过来看看 马尔沙哈只要上来 只要出现在我视野里 他就死 来一发 上来 上来 一起来 打一趟 逼闪现 完成击杀 瞎子又来 不急 不慌 吃完Q以后 交一个闪现 掉头就走 哇 到底是有多照顾 到底是有多照顾 真的 这个 瞎子已经非常照顾这个中单了 但还是无法拯救 不是我强 是小鱼人这个英雄变态 看到没有 只要大家把小鱼人这个英雄练好 排位上个白金钻石 算是什么难事吗 当然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 看了视频就能无敌上分 或许你的排位怎么也打不上去 感觉自己离电竞梦越来越远 或许你的年龄已经不小 但是因为年少对电竞梦的追逐 而没有一个好工作 那么 不母电竞就业班 不但能给你获得高薪职业的机会 更让你换一个姿态 进入电竞圈 这样你年满18岁 就可到文化之都杭州 进行全日制学习 并且零元入学 低成本 无负担 毕业 既有高薪职业推荐 有兴趣的小伙伴 赶紧加入左下角的QQ群 56846510吧 那达到这里 已经无情碾压 相信大家对小鱼人中单 已经有了基本的概念 之后也是轻松取得了胜利 那么这一场比赛 就简单放到这里 人生不如意 安静苦笑吧 扫描二维码 关注苦笑公众微信号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 收看最新一期的苦笑学堂 以及文字教学和天赋截图了 那自从我专职做直播以后 那基本上就没有见过 下午之前的太阳 每天起床 吃个午饭 练几盘手 可能有再去睡个午觉 一整个白天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这样晚上直播才有精神 那说到下午 有一个东西我一直不明白 就是下午茶这个东西 为什么能让很多女人 一喝喝一个下午 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 几个女生爱好闺蜜 早上11点起床 出门一起吃个brunch 就是早午餐 然后找个地方喝下午茶 一坐就可以坐到吃晚饭 我之前一直很不理解 直到前几天 我约了一个女同事喝咖啡 一聊聊了一个下午 四个多小时 当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是纯洁的同事有意 要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就不会约人家下午喝咖啡了 怎么也得晚上11、12点 当然也正是因为纯洁的友谊 才可以聊那么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当你面对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 你会非常的词穷 什么都聊不聊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你面对她 你的脑子里只有一句台词 就是我喜欢你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去 稍微不移 不说了 但这确实是一种现象 难道说只有我是这样的吗 那是我太单纯了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整场的比赛 那这场对线的是一个中单武器大师 很有想法 跟我玩针对 那欺负我是近战对吗 你也是近战 听说武器大师是近战之神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来 一级 我一级就不怕你 一过来 一下戳出雷霆疼不疼 要跟我对拼来呀 我有三个远程小兵 谁怕谁 看一下 来来来继续来 我的被动是免疫一定的物理伤害 是不是啊 宝贝 来 那我现在在小兵上面 我会率先抢到二级 看一下 他现在没有抢到二级 来我们先戳 等他身上的三叉级满了 一过来 再一个W加上点燃 转身就走 轻松 拿下一血 哇 也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被反杀了 线上抢二级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盘相当于是在打上单的 你看一级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撸 根本不 哎呦 来 有异技能是根本不虚 那这波兵线反推出来 我是蛮想去吃的 旁边有一个皇子 我们异技能马上就好 不虚 不虚他 现在我们到达三级 这波小兵给他推进去的话 我们会更加的划算 那很可惜 皇子在这边hold住 先后撤 先后撤 我手上有一个异技能 不是很虚他 不要把我挑飞就没问题 哎呦 你A呗 你A呗 我还有一个E呢 追 你追 好 安全撤离 那像武器这个英雄呢 他如果一级的时候也跟我一样疯狂的轻兵线 不要怂的话 其实他不会被我当杀的 你看一下我们二级打一级都差一点被他反杀 如果他跟我同时到达二级升出异技能 那死的是谁就很难说了 这什么时候该拼 什么时候该怂 那要分得清楚 像一级的时候抢二级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留情面的 那说实话 武器对线小鱼人 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能是可以克制我们 但是我们要抓住他六级前的疲软 因为六级前他的伤害很有限 而六级前我们是有爆发的 那我们带的是雷霆 而且本身是AP伤害 他是一个平A英雄 你A得了我几下 所以还是看操作 那如何规避他的伤害 打出自己的全套技能 那这一波兵线反推回来 他的等级会比我先到四级 但是我不需三级打四级 怎么样Q过来 等的鱼叉 鱼叉满了 开W戳一下 逼他 逼他走位 我的第二个Q技能又要好了 Q一下 肯定要交易 交易技能 我再一技能踩一下 承受你的伤害 第二个W技能又好了 一下平A直接完成单杀 这波就叫优化配置 我们的瞎子 我没有E 我没有E 不敢跟你烧的 不要上 不要 救不了你 救不了你 你看人家还跑了 淘气 淘气 什么叫优化配置 就是优化每一个技能的CD间隔 我们玩小鱼人 千万不要什么Q上去 马上就开E技能 然后开W戳 这样子的话 是要你有优势 你可以一套秒人才可以 当我们前期的时候 我们的装备等级都不是很OK 我们不能一跳秒人的时候 就要慢慢来 像我们刚刚先交一个Q 然后等两秒 那个鱼叉有了 再交一个W 之后E技能还捏在手里 等到第二个Q技能有了 再Q一下 最后逼出他的E技能 我们再交自己的E技能 这个E技能交完之后 我们的第二个W技能又好了 也就是说这一套 我们打出了两个Q 以及两个W 再加上一个E技能 这种就叫做优化配置 优化你每一个技能的CD间隔 这样子的话 让对面的武器直接懵逼 他会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交他的E技能 你看当我们打出了第二个Q的时候 他才去交他的E技能 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那这一波出门 不要太大意 不要以为我们怼了他两次 就有无限的优势 人家心里面肯定会有波折的 本来选来针对我 结果吃了两次亏 现在肯定很谨慎 人家很谨慎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卖破绽 你越冒劲 就越可能被人家抓住机会 而且武器这个英雄 我曾经是在直播的时候 是被武器杀穿过的 有一次我上单玩个章鱼 单杀了他一次 然后就被他无限滚雪球 反杀反杀再反杀 这很可怕 武器这个英雄的 后机勃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当然个人认为 武器大师还是要带风行者比较好 那这个武器带的是热忱 热忱吧 你攻击力叠的是OK 配合你的被动叠的是OK 但是你追不到人 你没有那个移动速度的加成 我感觉还是比较难的 尤其是你的异技能 特别需要移动速度去给他跟上 那现在他回来 怎么说 干什么 来来来 开翼 很稳 很稳健 不开翼的话 我这波戳过去 就直接把W给他戳出来了 Q技能是可以附带W的特效的 就是他身上的叉叉如果满了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先开W 然后再给他Q过去 伤害直接打满 那现在来 Q上来 打一套 打一套 有异技能 有异技能 来我一个异技能 躲过他的E还是很可怕的 小鱼人跟武器两个英雄的核心 就是E 他交易 我也交易 他不交易 我就不交易 那这波他的Q技能还是比较CD快 那就没办法 该吃的伤害就是要吃 那我是率先到达了6级 皇子在附近 这波我感觉一波是杀不死他的 还得再铺垫一下 他像血量比较健康 那要支援优化配置 要再铺垫一波 怂了 怂了 去拿蓝了 没办法了 好不拿蓝 不拿蓝继续混 不要照吃 不要照吃 随时可能旁边杀出一个皇子 不要照吃 找破绽 他如果没有走位破绽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上 不要上头 很多人觉得这时候我们告他一击 直接丢大招 对不对 千万不要上头 千万不要上头 回家 先回家 补装备 补装备 现在回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的兵线很靠前 不会推到我的塔下 我不会亏兵 把兵线推过去的时候 回家补给是最好的 关键这波 我回家是要买出这个小枪 这个科技枪的震荡伤害 很震荡 那一波爆发下来非常的过瘾 下路这边 哎呦 还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跑了 很可惜 很可惜 那我们继续回到线上 现在我技能权 有闪现 有点燃 有大招 看看这个武器 有没有想跟我拼的心思 那你看W技能 如果没有戳死小兵的话 他的CD是很久10秒 如果戳死小兵的话 那个CD是可以直接回复 那直接刷新 那你看 这样戳死就直接刷新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那现在这个蓝buff刷新 让我们的队友先过来帮我拿一下蓝 不过我们的蓝刷新的时候 对面的红也刷新 我现在身上的状况比较OK 就侵入对方的野区 来观望一波 不过对面的打野刚刚是出现在下路抓人 哎呦火龙没了 一个红buff换一个火龙 好亏哦 哎呦好亏哦 火龙这个东西很宝贵 真的很宝贵 蛮可惜的 不过没有关系 前期嘛火龙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的显著 拖到后期那就很可怕 来赶快帮我把这个蓝爸爸给他打一下 一会儿回到线上 看看我们这个震荡枪的效果如何 这个东西合成上去之后就是那个大腰带 推推棒 跳枪 很多种叫法 那个东西呢 你不要把它当做闪现来用啊 它的距离很短 也不要把它当成逃生技能 那个是用来打伤害的 就你推上去以后 你跳上去以后 那个火箭炮打出去 伤害是很不俗的 相当于你多了一个技能 很多人把那个东西当成闪现用 那个是非常浪费的 你捏在手里用也是用不用也是白不用 非常浪费 千万不要当成闪现 好那这波对面的中单 好像是要开始去游走了啊 那我赶快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 把他逼回来 不让你游走 回来了 回来了 不过用兵线把人家逼回来 这个你好歹也要在白金钻石以上 你才有用 你打低分局的话 你把兵线推到人家 塔下人家都不理你 宁愿在那边蹲 就蹲到死 都要去打团 这个很头疼 很头疼 所以如果你们打低分局的话 还是多游走 把兵线推过去尽快去游走支援 支援很重要 那现在这武器 他等级没落后 还是不错的 三叉几 三叉几 这个Q距离不够 很气 我W都开出来了 这个Q距离不够 很头疼 刚刚Q到了话 直接打半学了 再等一波 再等一波 打近战最舒服的 就可以让我们平A起手 平A起手之后 等于差好了 我们再开QW 辅助过来 辅助过来 不直接跑 这个伤害可以的 没有视野就是那么可怕 而且遇到我们这边的打野是 虾子 虾子这个英雄是前中期打野伤害最高 就是单体爆发最高的打野 没有之一 不要说什么 剑圣 不要说剑圣 赵姓 然后狮子狗 螳螂 那些都需要一段时间铺垫 不可能像虾子这样直接秒 那些东西可能会给你一丝喘息的机会 你有可能跑得掉 但是虾子 只要你没有他的视野 他一个大招起手 然后跟上一个Q技能斩杀 基本上你是必死无疑 你连交闪现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武器 怎么又不见了 又跑到下路去支援 哇 真的是心宽 真的是心宽 赶快推线把他逼回来 有本事就呆下路 有本事别回来 这波兵线他如果不吃 两波兵 那他这个经验炸了 他肯定要回来了 把他用兵线把他给逼回来 那现在他被我们这两波兵线捆在了中路 他没有办法去支援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节奏 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看上路这边 你看上路这个攀升 好的拼 没有血量 没有蓝量 这个攀升他已经死了 来一个包 无伤大压 不过是让他的寿命延缓了那么短短的几秒而已 那配合队友包加过来 哇 瑕疵也来了 真的是不留活路 其实我一个人来就足够了 来 来来来来 混一个助攻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波兵线推进塔下 在塔前击杀了这个潘森 那这波我们的上单真的是赚翻 那现在我身上的状态还是比较的OK 可以继续回到中路 稳健暴雨 那虽然对面的打野在下路抓到了我们的人头 但实际上不划算的 那他这波如果来上路帮的话 那上路就不会这么惨 因为你在下路转到一个人头没什么转 上路一死就连带一整波兵啊 这雪崩的 那我假装回家 然后绕一圈 绕开兵线的视野 这个武器是看不到我的 然后我们的瞎子绕后 直接摸眼圆护大招 踢跟Q我接大招 摇起来 无视你的一技能配合队友 他下枪杀 哇 这波简直舒服 这波简直舒服 那这个瞎子的操作非常非常OK 那我在直播的时候经常给大家说 玩瞎子你不要Q起手 哎呦 哎呦 来 来怼我 哇 我以为他要W我 他W我他就死 他W我他就死 好的 泰坦一个钩子勾到 勾到 往前追 往前追 跟过来 再给一个W 我刚刚来到线上 再次完成击杀 这就是蝴蝶效应 牵一发而动全身 已经崩了 这个上路他已经崩了 如果刚才对面打野 反蹲的是上路 那肯定不会有这么凄惨的剧情 那我经常呢 在直播的时候会玩一些丛林单排的号 那丛林单排爬出深坑 那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爬坑 在那些分段里面呢 经常会遇到一些抓人喜欢Q起手的虾子 那就非常的糟糕 Q起手你命中率很低 而且你Q到了之后 你用什么技能去跟进 所以呢 我像刚刚那个虾子玩的就很OK 先插野 然后援护过来 援护近身 一个大招 踢墙 再跟Q 这才是虾子的一个正确的玩法 前段时间我也是做了虾子打野的教学视频 百Q必中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翻一翻 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 LOL 好那这波我已经把跳枪做了出来 然后身上还配了一把药光 我的伤害已经是非常恐怖了 那虽然说鞋子还没有买 不着急 不着急 毕竟我们不是靠移动速度追人的 来下路看一下 兵线都逼不回来了吗 中路的兵线逼回去 你都不回去了吗 那你这个等级是要奔我 你看你的等级已经比我第两级了 等一波 等一波 一个大招封路 好咬住 交闪现 依旧难逃一死 过来我还白交一个跳枪 瞎子Q到要不要上 不上 好的 对面的辅助已经跟进了过来 这个瞎子也是非常的稳健 收掉人头 安心后撤 下一条又是火龙 这条火龙千万不能再丢 我还不敢走 侧应一下 下路的兵线推得很过去 看一下 对面要不要打 哎呦 马尔招号这套伤害很高 援护一下援护一下 声援一下 保护队友安全后撤 看一下这条火龙 不过对面两个人要追吗 要追就想多了 要追就想多了 勾引 队友去勾引 好像知道这边有人 那就算了 赶快来打一下这条火龙 打完火龙 回家补给 买出CD鞋 前期买CD鞋 适合打团带节奏 如果你前期出法穿鞋的话 单杀是强 但是对于团战的灵活性 肯定没有CD鞋好 如果到了后期 你要出深渊杀漏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再把CD鞋 去卖掉 换成法穿鞋 好 最远距离 看一下这个大招 我蓝爸爸都不要了 大招命中 跳枪过来 等一下 等他的一技能交完 我们再Q过来 W一下 一起来 你闪 我也闪 一闪 轻松 完成 单杀 这个武器已经开始有点不值钱了 当然他这个人头里面包含着我的一个蓝爸爸 我这波没有去拿蓝buff 而与此同时我们下路也是被这个皇子抓得很惨 他都抓到这里了 这个必须要制裁一下了 必须要制裁一下 来 这个上单都跑下来了 难怪下路压力很大 上去勾引一下 你的血量OK 上去勾引一下 你是EJ 不要怕 有E 先把这个皇子勾引开 随便勾引开 好的勾引他一个 然后我E过来 A一下加跳枪 打出一个雷霆 往前走 交上点燃Q过来 这时候W技能好了 跟上你回头 那你就已经死了 那我观望一下 这个卢西安 我先Q过来 我错了 伤害测试一波 掉头就走 这个皇子他已经没血没蓝 等待一波E技能 我现在血量很危险 这两个AD英雄A都A死我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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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招也快好了 大招也快好了 等一下 但是这个荷兰豆吃起来 哇好疼 好疼 一走一走一走 我错了 往后丢一个大招 这波我真的很想杀人 我已经7-0的数据 再收一个人头 就可以完成超神 一过来往前Q 但是皇子的EQ 居然打断了我的Q技能 七杀必死 这是一个魔咒 复活出来 赶往中路 这个武器想要强开 我们的上单 反而一套被直接打成残血 要不是马扎 R住我们的瞎子 瞎子直接一脚踢死武器 我们的上单发育的是超好超肉 坚持住 对面最肥的打野皇子已经进场 我来了 不要死 皇子交出了大招以及EQ 我丢出大招 逼出皇子的闪现 E过来先杀这个残血的马扎 那皇子就算再肥 没有技能 在我面前也根本就只有逃命的份 往前Q E上来减速到 继续Q技能 马上又好了 一个Q技能 过他强杀 完成团灭 补给出来 兵线优势 集结五人 来拿下这条大龙 那现在对面来打野皇子 已经朝这里赶来 我身上是有大招的 不虚 女恰开出大招 我也开出大招 把皇子打成残血 试图逼退 但是这个皇子还是非常直说的 要进来抢下这条大龙 很遗憾 没能让他如愿 那接下来继续风涓参云 收掉其他的残血 越逆风就越逆风 有的时候该让的龙 还是要直接让掉 那对面阵亡两人 两人残血 那按理来说 这个中路高地是可以轻松拿下 那但是我们现在身上没有大招 反正我是不会上去浪牌 武器中单 在这里手线 太坦一个钩子勾到 好的 直接秒掉 我连毛都没有蹭到 那这个潘森上单一个大招 屁股坐下来 只取我们的辅助 哇哦 我们的辅助惨招击杀 而其他人全部已经支援出来 我们的上单也被打成了残血 没想到 这波高地居然拿的这么艰难 那现在我身上的大招马上就好 技能权 有闪 有点燃 有跳枪 在这个地方 赢他们一波 看看有没有人会出来 哇哦 这个闪现 这个地方是有眼的 还好我足够肉 他只是一个辅助 反手 一个RQ 瞬间秒掉人头 继续跳枪 上来 像要收掉这个AD的残血 可惜 被个音线给挡住了 我们的伤害 那这波是不能继续推进了 队友的状态都不理想 推掉一个高地塔 赶紧走吧 黄子 仅剩的残血 EQ上来 留下辅助 武器跟上 拿下散杀 哇哦 看起来是要翻盘的节奏 游戏时间22分钟 双方的人头 仅有四个的差距 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优势 复活出来 买出沙漏 有了这件装备 不仅我们的CP已经叠满 并且在团战中 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 那这一波我们的辅助 吸收了对方打野的大招 功德无量 看看对面这个AD 来 我们Q小兵 当跳板 丢大招 最远距离中道来 准备一个E技能 踩下来 直接作死 三个人的伤害 全部打在我的身上 暗出沙漏 等待队友跳枪 E技能逃离战场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的队友 不要急 血量喝起来 Q技能 再收一个人头 看看这个潘森 我有E技能 是根本不需 等待Q技能 Q过来 然后交易 毛都没有拨到 他队友就已经完成了团联 那我们可以看到 沙漏这件装备 是小鱼人一定要做的 沙漏满CD 一个都不能少 进去先打一套 E技能交完 按沙漏 然后呢 E技能又快好了 那简直是灵活无比 来去如风 就算你之前的优势再大 玩小鱼人 也绝对不能不出沙漏 那之后 也是顺利成章 破掉两路 杀人心切 又浪死了一次 不过已经无伤大雅 那这一场比赛 基本奠定了胜局 复活出来 集结一波 赢下比赛 不过就是情理之中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苦笑学堂 希望本期的愚人中单 对大家的上分经验 有所帮助 喜欢苦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lol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你们都能在战棋TV 看到一个英俊无比的男主播 他是谁 那么帅 他是安静苦笑